您还经常讲善胜者不争 您和这个 比如说您和这个李嘉诚先生 你们是高尔夫球场上的球友 也是生意上的这种敬核的伙伴 就两个这个财富的顶尖的拥有者 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这个工作中 保持到一个比较好的关系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您对李嘉诚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还有好朋友 走到他做生意的人 他比较真的是很聪明 还有很有力量 在我看他是我的大哥的 他年龄比你长一些是吧 他大不了很多 大不了一年不够 还是叫他大哥 所以他是大哥 所以他做人有这个思想 这是很好的 能够赚钱的话 能够有这么高的地位 他有自私的思想 他做人很自律 他穿的衣服 吃的东西 是很廉洁 很简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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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讲 他吃鱼啊 吃东西 吃小鱼的 最便宜的 便宜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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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我来讲 我很多东西 有跟他学的 我很尊重他 很尊重他 另外一个 也是您的一个好朋友 是何鸿燊先生 我记得是在 01年 澳门开放赌权的时候 您和您的儿子 做这个银河娱乐 然后进军到 这个澳门的赌业 但是我们看到 您和这个 何鸿燊先生 依然保持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关系 就是既有一个 新赌王的一个诞生 但是我们的老赌王呢 还依然的是存在 而且你们两个 一起在相辅着 往前发展 我们也想问一下 就是您和何鸿燊先生之间 是怎么样来相处的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跟何鸿燊先生 也是一个老朋友 他做这个毒的话 从事呢 是比较真的做毒的生意 嗯 这做毒的生意 那么我在那时候 开始做这个 澳门的这个赌业 我就因为毒 应该要做一个 现在世界上要推动的 叫Mais 对 就应该有开胃的 也有这个检栏的 也有这个肺检的 嗯 那么要匆匆连在一起 加起来这个毒的 这个娱乐的 旅游的 嗯 要加在一起 就其实是个综合发展的 一个概念 是 对 在我没有拿这个毒牌以前 嗯 这个新加坡政府他也请了我过去谈这个Mais 嗯 在哪个时候我就讲了 这个Mais 后边应该也加到一个E 对 这个E呢就是代表Entertainment Entertainment 就是一个一部分的遗漏 对 所以啊 这样讲起来啊 就是两种东西啊 所以啊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看现在我们澳门做的事情 对 不刚是读的 对 是网上游戏是很多的 对 所以啊 你家里边的人 太太 小朋友 你的儿女 对 其他朋友 可以连接一些到那边 你不是从前一样 你到那边去读啊 不是 现在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上 我就能够将澳门的这个地点呢 做到差不多一个斗家圈啊 斗家圈这样子下去 所以跟河先生啊 他是一个开始搞这个生意的人 当然啦 他的依赖 就跟着从前的一个依赖去做 但是最后我看现在 要有改变了 对 这个要做多一点的 non-gaming这个事情 嗯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两个也 两个也很尊重了 其实很多人都很好奇 就是我们律师的这个产业 刚开始是没有这个博彩经验的 那在01年澳门政府开放这个 这个赌权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拿到这张牌照的呢 这个问题是一个基本上啊 我们就没有这个赌的经验 那么为什么你做呢 因为我那时候做酒店 做了很多 我在香港现在有三家 在中国的几家 在美国有十几二十家 哪时候我有二十几家在美国的 嗯 那么特别在这个拉斯维克斯那边呢 我这个总部在这个 这个沙方西斯古 我的孩子啊 也是在柏克里那边念书的 所以啊我们做酒店 可以做到在美国那边 一个时候我们是排第十二名 十二名 十二名 在这个情况之下 在澳门开始 要希望将这个赌的生意 能够提升 所以啊 他要公开开头了嘛 在我们来讲啊 我们没有想办法去投赌 因为基本上我们不是赌 我们打算嘛 希望能够做这个酒店 做这个non-gaming的东西 对 后来呢我们两个就分开了 他又做这个gaming 嗯 我们呢也是有做gaming 跟non-gaming non-gaming 两个一起 所以啊 在这样就分开以后嘛 大家也现在做得不错啊 他也是一个全家 现在澳门来讲 那边的选跟我们两个 算是一个在生命的 就是生意 跟这个对象啊 搞的生意是 一个是在投的 我们再问一下这个 恒情的这个发展 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的这个赌牌 在澳门的发展 我们其实是 有一部分是在恒情岛发展 现在国家也在提出来 粤港澳大湾区 对这个区域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看法 他觉得大湾区 一个好事情 特别嘛 对香港未来 他觉得大湾区啊 我看呢 人口啊 差不多靠近一一人口 差不多一个国家了 那么在这方面嘛 中央政府 他因为有顺利 希望啊 你们能够联在一起 开发 你这边天然的环境 对 这个人的机缘也好 天然环境也好 还有特别现在很多这个交通忙了 所以我看呢 能够特别嘛 中国要讲一大一路 一大一路就关通全世界了 这个很文观这个思想 你现在将大湾区啊 连在一起 也有这个仪式 但是将来希望你一大一路 开发得好 能够联在一起 不得了 所以在我来看呢 应该我们香港人嘛 要多一点脑筋下去 看看我们未来是怎么样 你看得到 最近这几年呢 中国的进步啊 很快啊 香港的进步的太慢了 所以在这方面 我要希望 我们香港人 要看准这个机会 我知道 有很多人讲 因为我们香港人 到中国去 不是很多 多少 有点分别的 那么将来 我就希望我们香港人 能够多一点交往 中国那边 要明白这个环境 多一点沟通 将它打通 对 这个是好事情 所以香港这个制度 对 香港的法律 自由啊 经贸啊 对 搞得也是不错的 那么我们有这个 基础了 也是很需要 中国在后面支持 在这里啊 希望有机会啊 我们香港人 中国那边 想办法多做一点 这个大湾区的事情 特别要一打一落 应该也要开启做 我们做了很多的酒店 您也有一个称呼 叫酒店大王 就是您对 比如说希尔顿万豪 还有这个利子喀顿四季酒店 类似这种世界 顶级的酒店里头 您最喜欢哪一家 您觉得哪一家的经验 是最值得借鉴的 我开始做酒店 在香港 做这个酒店很勤工 外国人 特别在美国 这个Holiday Inn 他这个主席 跟这个总裁要来见我 他为什么 很多家 这个Holiday Inn家业酒店 没有这边做得好 然后他看完了 我做这个切币 他认为真的是 比较他在美国的 他要好 他真的很 很好朋友 他讲 我给一家酒店里 刚刚起好 我不赚那些钱 完全不赚那些钱 勤本给了你 还有管理的人才 也给了你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开始在美国 因为我是香港人 在美国那边 也是有很多香港人 中国人在那边 我就利用用中国人的思想 跟美国人管理的制度 开始搞这个酒店 所以在那一路一路发展 到后来差不多 我们都有20多家酒店 所以刚刚我讲 在那时候我在美国 是十一 十一最大的酒店 但是经过这个以后 我就回来 回来这个香港 再发展 所以给了我的名字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给我名字 我自己知道 对酒店的管理 怎么样 还是他们帮忙的 您有五个子女 五个子女都很出色 现在在这个 您的这个企业中 都是定良处 对这个第二代 这个子女的教育 有什么样的经验 因为现在在国内 也有很多 我们所说的这个富二代 已经形成了一个现象 所以富家子弟 他出来的这些子女 他的教育的成长 吕先生您在这方面 是比较成功的 我们想 请您来分享一下 这方面的经验 因为我从小 我家里面 一代一代 全下来的 通通是一个男的 一个男的 单传 我们讲 所以在我年少的时候 在家里 就看到这个很重的 感情 对家庭是有的 对家庭 对妈妈 爸爸 跟这个祖母 是很尊重的 所以在这样 我开启的做生意 也是看着家庭 是很重要 他们的教育也很重要 所以你这样去看 在香港来讲 你从小的孩子 要叫他念这个名牌 小学 中学 是不很容易的 现在是最难的 从前也不容易 在哪个时候 我也是想办法 要叫他们 念这个 比较有名的小学 中学 到他长大的时候 我也是一样 希望他能 念这个大学 念好的 还有哪一科 我要跟他做一个主意 所以在这方面 我就很关心他们 小的时候 到长大的时候 还有最后的时候 在这方面 我的关心 他们是知道的 特别是他妈妈 亚西安 他是一个很好的 我的太太是很好的 他从小 什么也不理 最重要 第一当然是先生 第二是儿子 就我们所谓的相夫 教子 你从小 对你的儿女 对他好好 他身体是清楚的 你的他的爱 他也清楚的 这个感情 这个爱情 存在他心里面 所以你到他长大的时候 他也有着观念 不是爸爸不理 妈妈不理 这个从小 教养下去 他一定 这个脑筋 对着家庭 对家庭的归属感 对 尊重啊 大家摩海啊 不当事啊 还有特别 在那个年轻的时候 我每一个 星期一天 一定带他去游水啊 爬山啊 做这个健康的这个运动 没有放弃他 去怎么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这样子 一路想大起来的话 很温顺的 没有闹事 包括他们的工作能力 我看这五个孩子 现在都在咱们的公司工作 您觉得他们交出了 一个怎样的成绩单 差不多我可以讲 我没有分别的 没有分别 女孩男孩都没有分别 没有 这个最好 你对他哪个好一点 哪个不好一点 他们也计较的脑筋 也会计较的脑筋 您是成立了一个 铝制合基金 是通过信托的方式 来对家族的财富 进行管理和分配 保持家族产业的核心业务 也保证家族之间的 这种紧密的联系 我想问一下 您设立这个基金 现在执行得怎么样 对以后会有一些担心吗 这个很简单的事情 好像你有100块 放在那里 是很清楚的 但是我做这么多的生意 真的很多的 我可以跟你讲 大大小的公司 千几个一千多 为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做生意 要保护这个生意的话 你一定有多辣的管理 我真的做生意 做了六十多七十年 那么加起来这么多 你不是有100块 100块就简单了 所以很多家庭在香港来讲 他们也有这个基金 也许有的 有基金 总希望将来不有纷争 当然了 你现在有五个孩子 他是不是不纷争呢 真的能够这样子安定下去呢 绝对他安定下去 沙袋怎么看呢 你给一个盖来 给一个基金 杀去 这样是减少这个纷争的问题 对 不喜欢 希望犯纷争 就希望不要纷争 我看您对您的下一代 还有一个特别的要求 就是要他们要保持 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身份 您还跟您的小孩说 不要娶这个外国人做老婆 是不是这样的 现在来讲 因为这个交通方面 大家来往方面 对中国人来讲 没有从前这么保守 当然 希望 当然是 希望你能够通分的话 就能够大家是 在中国人是比较好一点 现在有个环境 你看到 有很多去 出去留学 出去做生意 他有机会碰到自己相爱的人 不跟从前一样 从前去哪里 要一个月两个月才能够到 现在一两个钟就到了 最远的地点十几个钟 今天早上去差不多到了 所以在这个分别来讲 这很难跟从前在老的心想 您刚才聊到您的夫人 您对她是赞予有加 你们相守相福这么多年 您觉得您夫人 最让你欣赏的品质是什么 中国有很多人说就是这个夫妻之间 她慢慢地会从爱情就转化为亲情 您觉得呢 要是我能够讲得到 她哪一种最好 我就不惜欣赏她 我对她 什么因为也是最好 所以她是最好 您现在还觉得您的太太是最好的 最全面的 最全面的 人爱是全面的 不是一个哪一种好 其他不好 没有这个 她讲她是真的完美的 没有 独一无二的 没有其他不好的 所以你问我讲 我也跟她讲过了 要是我有来生的话 我说你是不是我的太太 还是很爱她是吧 嗯 你小的时候的这个米缸上面 有两个字叫长满 我们在想的话 对满族的追求 一方面有对物质的满族的追求 其实最重要的是 来自于这个内心的这个瓶颈 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个知足常乐 1995年5月的时候有一个编号为5538的一个小行星 被秘密为吕制核心 在夜空中有一个星星跟您的名字是同名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在我来讲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因为在哪个时候 在中国开启对外开放 所以在哪个时候 我对这个天文台 我有去见一个朋友 看到他在天文台 所以在哪个时候 我就对这方面做一点 小一个不是很多钱 就是帮他们搞得比较好一点 可以有这个切币啊其他 跟他有一点改变改变 那么经过一个时间 我只记住一路在基金山那边 跟他这个推动的话 但是好像也有一个比较盛大的一个仪式 来命名这个吕制核心 因为在哪个时候啊 在香港啊 能够拿一个星来命名的话 这是第一个啊 华人你看着第一个 是比较是很特别 是很特别 所以在哪个时候啊 做一个比较很大的这个宴会 很多朋友来的 法国有一个 有一本比较有名的书 叫小王子 这个小王子呢 也是从这个一个小行星 叫B12的小行星 来到了这个地球上 他呢就是 他以一个童真的 孩童的眼光 来关注这个成年人的世界 他觉得这个成年人的世界 充满了这个盲目 充满了这个虚荣争斗 您看您这个人生 跌宕起伏 您怎么来看待这个纷繁的这个世界 在我来讲啊 要是你问我怎么看这个世界的话 可以讲我四五岁的时候 就来来香港 为什么来来香港呢 这是我的郑祖父 他是从美国那边赚了一点钱 回来中国 就是他看得到 中国在那边给日本人 这个江作林 就是江少年的爸爸 对 在东北 在东北啊给家事了 所以他老人家啊 英国啊 在这个看嘛 在中国 在这个情况之下 可能将来有点变化 所以他叫我全家人 我的爸爸 我的祖母 全部搬来香港 从那时候起啊 就是我差不多七八岁 后来就经过这个卢寇桥 卢寇桥 卢寇桥 日本打中国了 卢寇桥 这个事件 从那个上看 这个很困难的事件 所以在中国 很有看那个时候 这人们的生活 还是有一点痛苦的 痛苦又怎么痛苦呢 吃不饱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可以记得 在我那个时候啊 是七十八十年前的话 中国这个环境啊 就不太好的 对 那么来到香港 是比较稳定一点 我的郑主婦啊 他买了这个楼啊 这个房子 我们有租收嘛 对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要看到我们中国 给日本人参加进来 最后这个第一次 这个世界大战 完了以后 嗯 我一看这个世界 人类啊 就有一点 大家纷争啊 大家争到 对 基本上 我从现在我年纪大了 看起来 基本上这个世界 是很无平的 这个天然的环境也很好的 你要吃了怎么样的 也足够了 嗯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的分钟呢 嗯 所以这个 这样的情况之下 到我现在年纪大了 我英国啊 这个世界不应该有这个情况 大家是和平安乐 来享受 对 这个世界的天然的环境啊 还有这个天然的材料啊 嗯 就蛮好的 但是这个世界 为什么要这么纷争呢 在这个意念上 还是有这种斗争呢 这个我是看不通了 但是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认为 应该大家要放上一点 自己的 自己的 個人的 欲望 私利 对吧 所以啊 应该这样子 是 大家再推一步 对 对 这个世界就完了 是 您一直在 致力于推动这个 人类文明的进步 那在2015年9月的时候 您提出来要成立这个 吕之河奖 然后是在 16年的这个下半年 我们是把这个奖 颁给了三位杰出的人士 就像您说的 这个千灯万展 不如新灯一展 我们看您这个 班的这三位人有 袁隆平 是人类福祉奖 还有无国界医生 完了还有这个 杰米卡特 是正能量奖 我们想请您来聊一下 这个 就是我们 为什么首届 我们班给了 这三位杰出的人士 我年轻轻 到现在 有八十年了 看着这个世界的变迁 这个世界的纷争 竞争 没有国家的动乱 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刚刚讲就是 要是周人能够退一点 退一步的话 什么事情也没有事了 那在情况之下 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是这样子闹下去了 但是个人来讲 个人来看很多人要提倡和平 提倡什么样 那么为什么还不能够平地下去了 所以在几年前 我就想来想去 能够做一点这个生意出来 能够实际上 怎么将这天然这个材料 天然这个环境 大家平均地享受 是吧 还有对人类 应该怎么互相爱 互相爱 互相的 互相帮助 对 互相帮助 我想从这方面想 我就做了一个讲案出来 我讲了一个讲案出来 你知道我自己 这个舍利 就是不够 但是因为我昨天 我们很多好的朋友 对 他们是有地位的 还是有很多的思想的 帮我的方 所以我刚才讲 那么就做这个讲出来 做这个讲出来 一开始 特别我们中国 你知道我们中国是很苦的 是 吃不够 是吧 对 穿不够 那么在这方面 有三个讲 一个就是 这个世界 怎么样享受 这个世界的天然的材料 第二个就是 福祉 就是大家怎么样 能够物商和平 最后就是 静能量这方面 我们是第一次 把这个人类福祉奖 是搬给了袁隆平 袁隆平跟您年龄 其实是差不多大的 我看 它对这个 中国生产的 窩田 这个生产的研究 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对 这个结果就是 将原来 这个杜田的生产 提高了差不多30% 同样的地点 同样的国 它用 它这个方法 用这个种 去培养的话 可以多30% 对 这样我看这个特别 对我们中国 比赛 这个方法 有点 我看这个 感谢观看